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拜我们荣耀的主 人和花是我 私伟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勇士教我抬起头的一身 一首虽然有护肌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是我的帮主 是的 耶和花是我的主 比不知东洋 有耶和花你帮助 太要求谁呢 耶和花是我目睁 比不知缺帮 有耶和花做我惊奇 并全然的合身 耶和花是我 私伟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勇士教我抬起头的一身 一首虽然有护肌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是我的帮助 是的 耶和花是我的主 比不知东洋 有耶和花的帮助 有耶和花的帮助 太要求谁呢 太要求谁呢 就耶和花是我目睁 也和花是我目睁 你不是缺帮 有耶和花 私伟的盾牌 有耶和花做我惊奇 比全然的合身 你全然的合身 也和花是我 私伟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勇士教我抬起痛的神 医生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牌 是我的满足 言和话是我思维的歌牌 是我的荣耀 勇士教我抬起痛的神 医生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牌 是我的满足 言和话是我思维的歌牌 言和话是我思维的歌牌 是我的荣耀 勇士教我抬起痛的神 言和话是我思维的歌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教我抬起痛的神 医生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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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满足 一羽生虽然有哭泣 一羽生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牌 是我的满足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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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上这样的荣耀给给我们的主 阿妹 由此们进行我们的欢呼声声 哈利路亚 因为这个话 神是我的盾牌 阿妹 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荣耀 又是向我抬起头来的 阿妹 哈利路亚 阿妹 阿妹 主 我们赞美你 主啊 你是向我们抬起头来的神 阿妹 主啊 你是向我们永不羞愧的神 阿妹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荣耀 主啊 你是我们四围的盾牌 阿妹 主啊 四的衣袖虽然有哭泣 但是造成 造成我们必要欢呼收歌 阿妹 你是我们的盘石 我们的帮助 主啊 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是我的盼望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爱的泉源 阿妹 主啊 没有任何的缺乏 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祷告 主啊 愿你加力量给我们 阿妹 在一天的早晨里面 主啊 你恢复我们 你更新我们 主啊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主啊 主啊 愿我们的一生 都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谢谢主 是的 主啊 感谢神 主啊 我们借着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我们就得以 主啊 得胜 主啊 现在可求神 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主啊 教我们 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来充满 主啊 能够结出那属灵的果子 主啊 我们再次主啊 要来开口赞美你 主啊 我们大大的感谢神 你今天在早晨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这样子感谢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里路亚 主我们敬拜你 主你如果帮助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 主你如果帮助我们 主我们就是赞美你了 就是把荣耀归给你了 就是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你了 主事的主 你是永远帮助我们的神 因此我们今天带着极大的信心 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 主你将你的恩典再次的显明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谢谢主 听我们同心合意早晨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里路亚 感谢主又是一个荣耀得胜的早晨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马拿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八章 31节到32节 我们请我们同工一起来读神的话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是的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那全能的主 创造天地的上帝 若他把他大能的绑壁 为我们伸出来 还有谁能抵挡我们呢 有时候我们真是很软弱 软弱到一个地步 连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被帮助 觉得自己一定会倒 一定会垮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 很多的难处的时候 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 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软弱 都不能拦阻我们的神 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 在我们还怀疑不信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先让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这软弱的人 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一切的失败 软弱 害怕 羞耻辱无悔 好叫耶稣基督用他圣洁的生命 来换我们不配的生命 是的 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 神若帮助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 神若帮助我们 我们唯一能够说的 就是把一切的送赞 荣耀全部都归给他 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 被贵人帮助 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 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被帮助 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连怎么得胜都搞不清楚 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连过程是怎么一回事 都搞不清楚了 就被神放在宽阔之处 就被神放在高台上面 就被神带领到 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上站立 生命中有时候很多的风浪 很多意想不到 不照你人生安排的计划 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心里面相信神 信靠神的带领 信靠神在圣经里面 对你所应许的一切话语 你必帮助到你的神 在暗中帮助你 你必经历到神 祂要把你带领到得胜的地方 我就记得 有一次当我决定 我要继续再回到神学院 做更多的进修的时候 但是其实幕会的工作 非常地忙碌 每天都好忙好忙好忙 眼看着这个考试的时间 就要到了 可是都没有时间预备 终于在考前一个月的时候 我跟祖说 祖啊也要尽点诸班之意 这个要再去神学院 再一次的来进修 祖啊那我应该是不是 就从今天开始 我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要专心读书 一切的其他的外面的服侍族 都让我都先谢绝 我不要有杂事 主啊 我就与你今天早晨这样立约 感谢赞美主 祷告完之后呢 就想说好好地念书 结果呢就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一个非常照顾我 疼爱我的一个神学院的老师 院长打给我的 他在跟我说 玉明啊 这个我有一篇这个文章 比较长大概十万字 那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学术会议里面要来发表 那你可不可以以一个读者的眼光 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看看他从读者来读 有没有什么地方 比较不顺或是怎么样 那我想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早上才跟神立约 我要专心读书 就当我要拒绝这位老师的时候 神就在我里面说 你就答应他吗 我说不要 我不要 神说你就答应他 我只好说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一个月时间 我完全奉献给这一篇十万字的论文 我在考试前两天的晚上 把这个论文还给老师 这一个月完全都奉献给他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 老师你是来乱的吗 是来打扰我的计划 其实人生中很多这种突然起来的 打乱的计划 可是你又觉得好像里面有神的带领 你就要信靠神 因此在考试前一天的时候 我说主啊明天就要考试了 一个月书都没念到 明天就要考试了 主啊 那我是不是该利用今天来读一点书 神好奇妙啊 神若帮助我们 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我说主 那我今天到底该读哪一本书呢 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在书架上第三排 然后第二本 我就把它拿起来 我说主啊这本书好厚 我也不知道读哪里 神就给我一个引导 我就读了其中的某一章 我就觉得很奇妙 为什么这一章的主题 跟我过去一个月读的那一篇重要的论文 在探讨同一个主题呢 而且两个人的观点完全相反 我读了这本书 跟那篇论文的角度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反的 很有趣 因此我就着迷了 那天我就好好的研究一下 这个主题 到底两边的意见是什么 第三天就是考试那一天 很怕塞车 所以一大早就开车出门 到了考场还一个小时 我说主啊一个小时也不要浪费 主啊我后座还有很多书 主啊一个小时我该读什么书呢 很奇妙 神又给我一个感动 翻开其中一本书 这本书还是很厚 我说主啊 那我到底该读哪里呢 神又给我一个引导 我就看到有一篇 有一个章节 有一个chapter 很奇妙 刚好又是同一个主题 只是呢 既不是正也不是反 是综合两个人的意见 说出第三种的一个综合的评估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所以我又花了一个小时把它读完 然后我进去考试 那个考试要考三个小时 当我打开考卷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三个小时里面只考一题啊 当我看那题题目的时候 我吓一跳 他说请评论这个主题 并且说出它的正反合三种意见 而那个主题就是 我最近在研究的主题 神若帮助我们 我们还能说什么 当我看到考卷的时候 我有一分钟呆住了 因为我知道神恩待我 我很忙碌 但是神因着我 顺服他微小的声音 神就祝福我 弟兄姐妹 生命中其实神很多时候 在引导我们 因此不要埋怨 不要抱怨 我们应该信靠神 很多时候好像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人 你觉得他可能是来刁难你 可能是你的主管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周遭的人 你觉得这个人 每天就是会刁难我 这个人绝对不是神派来帮助我们 话不要说得太早 我就记得当我们 我们最近教会在建堂 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教会的 这个新教堂的设计图 提交到政府部门 接受审查 因为我们的教堂 是盖在一个新规划的 一个重划区里面 所以法规非常的严格 因此我们在教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就很谨慎了 我们尽量不要提它 是一个教堂 我们就讲它是一个 这个宗教机构的一个 教育训练的大楼 我们希望这样可以减少麻烦 但是很奇妙 当我们做这样详细的报告之后 我们绝口不提它是教堂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报告完之后 就有六个审查委员 他们是来审查我们的案子 而且是用最高的标准 要审查我们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紧张 想不到这个六个委员 一开口的时候 第一个就说 我看你们这个教堂 如果想要影响周遭更多的居民 成为你们的这个教友 你们这一楼大门要开得更大 这个植物要怎么种 我说好奇妙 第二个一开口说 你这个教会做礼拜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楼上楼下的动线 你们这个电梯要弄大一点什么之类 连续六个委员 通通开口告诉我说 你们教会 你们教堂 你们信徒 你们做礼拜 我都觉得非常奇妙 到了最后一个委员来咨询我们的时候 他说因为你们的教堂盖得很用心 有可能成为一个指标型的教堂 因此我们六个有一个责任 要帮助你们 要帮助你们把这个教堂盖得更好 更漂亮 让它成为一个指标型的建筑物 我听得就好高兴 原本我们以为是要来刁难我们的 是要来找我们查的 可是神却怎么样 让他成为帮助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把新的教堂盖得更美 更漂亮 更能够荣耀主的名 兄姐妹 因此不要很快就给人家贴标签 说这个就是刁难我的 这个就是来欺负我 甚至有时候有一些 这个信仰立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都觉得 这个是抵挡我们的 这是跟我们对立的 不要跟他太亲近 或是不要跟他怎么样 不不不不不 你怎么知道神不会透过他们 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呢 神可以使用万物 使用每一个方式 每一个人事物 每一个器皿 成为我们 帮助我们的管道 我就记得我们教会 现在的地方是租的 我们在差不多 将近十年前 那时候我们旧的教会 已经做不下了 因为人变多了 因此我们就跟主说主啊 我们要祷告 让我们就在这个 离这个淡水捷运站 最近的地方 走路只要五分钟 然后呢这个要有广场 每一个楼层要非常的宽阔 地下室还要很多停车位 我们那个城市 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符合的 但是神让我们找找找找找找 就看到真的有一个符合 这样条件的 真的是离这个捷运站很近 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下面还有两层楼 一百多个停车位 每一个楼层怎么样 面积都非常大 这不就是神预备的呢 可是我们很怀疑 因为呢 它是一间 两百多年古庙的香客大楼 这个是不同的宗教 它盖的香客大楼 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古庙 基本上它没有香客 所以这个香客大楼 盖了十年 都一直空着 没有人去用过 我们就跟神祷告说 主啊 这个是不是出于你的呢 后来我们就跟这个庙方 就是我们后来的房东 跟他沟通商量 你这个地方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让教会来乘租吧 让教会做对这个社会 更有贡献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庙方就出了一个非常高的租金 我们说天啊 我们只能出一半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因此他就把我们请回去 我们回去就祷告说 主啊 若这是出于你 就求你按照我们的能力跟条件 让对方愿意租给我们 但若这不是出于你 请你立刻把这条路关掉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过了不久 庙方的主任委员就打电话给我们 他对我们说 这件事情 我看如果不是你们的耶稣在帮忙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吧 就租给你们吧 照你们的条件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奇特的教会 因为我们的房东是庙 我们是用香客大楼变成教会 可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 就取代了原本这个庙宇的功能 反而成为一个民众的一个行政的 或是整个文化的 或是各样活动的一个中心的枢纽 神非常的奇妙 因此弟兄姐妹 不要很快就说 这个是抵挡我的 这个是来给我找茶的 这个是来跟我找麻烦的 不要那么快贴标签 因为神能够用任何的事情来帮助你 你只要相信 你只要相信 你是走在主的旨意里面 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神就调度万一 神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都愿意为你牺牲了 在你还做软弱罪人的时候 他若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命 为你摆上了 他还有什么不给你的呢 我们只要走在他的心意里面 不要偏行几路 专心的信靠神 神就将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一起一起祷告好不好 我们要相信 神若帮助我们 就没有任何的困难 可以抵挡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因为神定义要帮助你 赶快回来走到他的正路上吧 一只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 我们恳求主 让我们生命中那些困难的事情 为难的事情 我们宣告 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一起祷告 不要被困难打倒 我们同声开口 向神来宣告 祝我感谢赞美你主 因为你实在是我的救赎主 主要是主你是活人的神 主要因此我们向着你主 我们的心也是活着的 主要是主 知道主因为你救拔了我 脱离了那些的窮困 主要脱离了那些的困难 主要脱离了污泥 主要脱离了我的悲哀 主要因此主我现在要来高声来赞美你 主要是主因为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 主要你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主要在这许多的事情的当中 主帮助我 主要来看见那肉眼所看不见的 主要就是你的全能 主你的同在主你的旨意 要彰显在我们的当中 主好使信靠你的人 都要欢呼喜乐赞美你 主谢谢你 所以弟兄姐妹 神真的其实不断在帮助我们 因此当我们回想起 神的真是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常常跟神埋怨 说神你不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好不好 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原谅我们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你埋怨神说神不帮助你了 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说主赦免我 再次让我修复与你的关系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求神赦免我们信心的不足 哈利路亚 主要是我们谢谢你 主要是在我们经历这些人生的苦难的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用埋怨取代了赞美的口 但是神在我们埋怨的时候 你仍然没有将你的好处不向我们显明 你仍然用你的恩慈怜悯恩待你的儿女们 主啊叫我们的软弱 因着看见神你的祝福 我们就得以羞愧 主啊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说 主啊谢谢你 常常向我们施展你的恩慈 主啊叫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 主啊谢谢你 主啊我们再次为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们更多的祷告 主啊让你的儿女们 常常来到你面前 不再埋怨不再看环境不再看人 乃是单单定睛仰望我们的神 让我们的信心再次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 让我们信心再次建立在神你的身上 主啊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 甚至我们不看别人 主啊我们单单定睛仰望我们的主 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谢谢耶稣基督再次怜悯你的儿女们 让我们以信心来承受你的祝福 谢谢耶稣基督 是的没有人会嫌神的帮助太多的 每个人都希望神不断地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因此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心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神不断地想帮助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躲来躲去 我们偏行几路 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 就一下子接不到 弟兄姐妹 再次我们再次与神来立约 说主啊让我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每一天都要经历神更多的帮助 我每一天都要经历到神 就是我四位的盾牌 是我的高台 是我公益的日头 是再次我们说主 我今天就要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请你多而又多的帮助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谢谢主 主要祝福还这么宣告 我们要成为一个 躲在神心意中的人 让我们每天经历神你的帮助 因为神啊 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者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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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我们要来赞美祢 祢我们感谢祢 今天早晨祢自己对我们来说话 祢啊 若是夜花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祢啊 祢啊 求祢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一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灰心害怕 祢啊 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来到祢的面前 不管是好事坏事 我们全都仰望交托给祢 主我们心里面就单纯的相信 祢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父 主啊 祢是为我们掌握一切的主 主啊 即便是洪水泛滥之时 祢也仍然作者为王 主啊 因此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把我们所做的一切 交托在主祢的手上 再一次主我们说 若是祢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主啊 因此我们在信心里面就要支取 从祢而来的这样子的应许 这样子的祝福 主啊我们说我们一生一世 要走在祢的心意 走在祢的旨意里面 恩典的主求祢不要放开我们 不要放开我们 紧紧抓住我们 看顾我们一步又一步 让我们不至于跌倒 即便跌倒也不至于全身扑倒 主啊 因为祢是 祢是爱我们的神 主啊祢是那位 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主我们赞美祢 是的即使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 神是我们四位的盾牌 是我们的荣耀 又是叫我们抬起头的那位 荣耀的主 祢是我们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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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慰的盾牌是我的荣耀 有时教我抬起头的神 一胸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怀慕 你是我的怀使 我的帮助